那選股的方向的話 這個時間點接近到了12月 所以我想用幾檔個股 來跟大家提醒說 一些選股的方向跟操作的重點為何 那我還是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我傾向選所謂的趨勢成長股 我傾向所謂的創高拉回 跟底部整理轉強 作為這個時間點的 操作的上面的重點 所以 我先看一檔個股 來我們先看一檔個股是1325的恆大 恆大今天還是漲停 對 那可是他就不會是我 嗯 可是他就不會是我的選股的 他就不會是我的選股的方向 我先講清楚說明白一件事情是 如果之前我們看我們節目的話 我常常跟大家提醒說 恆大他就是屬於一個短線上面的題材 那之前我說那個前景不看好 就算他禮拜五或者像今天 依然漲停 我還是一樣維持我的講法 就是我維持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因為他從 7月15號除期12元的那個時間點 來看到的話 他有超高的殖利率有13%的殖利率 可是如果從那個時間點到現在為止的話 當然 如果真的有因為所謂的高殖利率的題材 然後去進場去做買進的話 到這個時間點 相信都還是所謂的賺到股息 可是賠了差價 這樣子一個現象 所以因為他是一個景氣循環股 因為景氣循環股必須要看報價 或者是說呢 他在他在營收跟獲利最好的時候 反而是你必須要去做留意 因為他很有可能在那個時間點去做反轉 向下的這樣子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他今年的獲利來說的話 他的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的EPS 分別是1.84 然後1.63 和虧0.23 所以他已經是正式的轉贏為虧了 所以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啊 他的長期趨勢 會是一個比較偏弱的一個趨勢 因為他雖然短線上面有持續做漲停 那這個漲停的話 也都是因為題材面的關係 所以這題材面的關係的話 代表著他 他如果真的所謂的題材面淡化結束之後 那產業的前景 依然是比較偏保守一些些的 所以在這邊 我不會讓大家去 我不會讓大家去做 所謂的題材面的個股 這樣子的操作 可是呢 如果有一些個股 他們是真的有所謂的基本面 或者是說真的有所謂的 成長 或者抄跌的這樣一個過程的話 那我們可以留意一檔個股 是我最近常常跟大家分享過的 是那個第7頁投影片 幫我切一下 2376的技嘉 好 那技嘉我有畫了幾個圈圈哦 因為那個我也分別畫了三個圈圈 包含的是左邊的圈圈 跟中間的圈圈 和右邊的圈圈 那我分別說明一下 這三個圈圈代表的含義 那第一個 是在左邊的圈圈 這邊啊 是他前一波在 8月份的時候 跌到了80.5 的這個地方 那有一個很怪的現象是 那個時間點叫大家一起跌 因為那時候 是要是大盤在崩盤的 那個過程之中的話 在修正的過程之中的話 都是好股票壞股票 通通都一起 繼續做下跌 所以那個時間點的話 如果我們看技嘉的 2021年的EPS 可以到大概接近19塊左右 然後呢 在2022年的話 也好歹也有15塊左右 因為那個今年是疫情最大的一年 然後今年也是所謂的宅經濟 最高度成長的一年 那就算明年的宅經濟 或者是數位轉型 沒有像今年怎麼樣的 積極的去做轉型 可是他也終究是一個趨勢的方向 所以當他被殺到80.5 這邊真的是市場殺出來的 這真的是 只能尊重市場 可是在殺到80.5這個行情的時候 也代表他已經殺到超跌 所以當他在10月份的時候 回測一次低點不破 然後中間那個圈圈 我就說他是回測低點不破 然後隨著行情 去做轉強向上 那轉強行情向上到了 最近前波高點的時候 到了148塊那個地方 他其實回到了 那個相對的波段的高點的地方 來說的時候 他也只有回到10倍本益比的地方而已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是 其實今年的技嘉 因為明年的技嘉的話可以賺15塊 所以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變成是 就算真的短線上面的超漲 可是也頂多只回到10倍本益的比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像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拉回首穩之後 或者說 隨著這一次的新的變動 變動變毒株 他不確定因素解除之後 那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我覺得依然是屬於叫做 拉回首穩在上的趨勢成長股 所以這是技嘉的部分 那我剛前面有說到的是兩檔個股 可以也請小畢幫我切一下 是2327的國具 和我們先看國具好了 好的 國具的狀況 是上漲的 OK來 那因為其實國具的狀況的話 也就如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那個技嘉的狀況 我們可以再把線型說的更小一點點 那他也是一樣 就是在那個 在8月的時候 莫名其妙被殺到 就8月9月的時候 莫名其妙殺到一個波段低點 到10月的時候剩下不到400塊 然後10月份那個400塊 其實如果就他今年勝或是明年的 本益比來說的時候啊 他也都是不到10倍 因為他如果是今年 今年大概可以賺50塊 然後因為他併了奇力欽 所以明年的話至少也會是 55塊以上的EPS 可是也是跌到 那個不到10倍的本益比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他10月份的時候啊 跌到了不到400塊 然後11月份的時候 回測低點不破 然後那個短線上面 又重新回到了月薪和基線之上 然後讓他這個短線上面行情 就有點像是底部整理轉強 的這樣子一個模式 所以這個時間點真的還蠻多的個股 是屬於超跌之後 然後底部漸漸去做電檔 就漸漸墊高的這樣一個走勢 那另外的話 也可以幫我切一下2308的台達電 因為台達電 他也是一個很苦命的台達電 因為我常講一些個股 他們明明基本面都很好 可是呢 那個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造成他的短線上面大跌 那台達電的原因是因為 他搶料搶輸人 因為最近大家都在搶那個車用電子的料 所以台達電 他是一個比較穩健一點的 或者說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他的 就是他一些前一陣子的新聞 他們也說 他們都親自去歐洲那邊去做顧料 去做搶料了 可是還是真的是搶輸 因為這時間點 真的受到一些車用電子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那個就是料源被排擠 那 所以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台達電的 那個 真的基本面很好 所以他也是在10月份 破了低點之後啊 然後有漸漸的去做盤底 去做打底 去做轉強向上 然後今天的話也可以看到 他是上漲了接近1% 然後上漲2.5元 所以這都是現在目前 大家可以留意到的一個方向 就是 那個有一些很好的個股 然後有一些超跌的股票 然後那個當他們在底部整理 去做轉強向上的時候啊 這個是可以留意的一個 很重要的方向了 像是四星KY 就是原本IP都是不錯的個股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這種線型的話 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好像真的有人真的是提早 提早知道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那比方說像是四星 嗯是啊 那像11月的 11月中的時候 四星KY一度創高到1300多塊 然後可是他就連續接連不斷的 黑K 然後跌破了月線 然後又這樣子一個回檔的過程 然後結果莫名其妙 就突然出現了一個新聞說 美國那邊又把 就是有一些 中國的一些 看國防相關的 這些相關公司 然後列為黑名單 然後其中的包括一家國科委 那國科委的話是 那個四星KY的 那個第二大客戶 那這種感覺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真的有人 提早去做獲利了結了 或者說 好像那個就是說 好像是不是有人去 提早去做一些賣出的動作了 然後讓他呢 在這個回檔的過程中的話 那個也就在 那個上禮拜的時候 出現了一根跌停板 然後不過其實他也發現一件事情是 就算真的所謂的跌停 好像也有所謂的領先 去做反應的這樣一個動作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啊 他禮拜五的時候 他反而是用爆量的 那個沒有跌停 然後在這邊去做一個 那個跌破低點之後的 守穩這樣一個動作 甚或是像今天哦 也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今天他也逆勢反彈了2% 那今天的四星的話 現在目前是上漲19塊 然後上漲了2.02元 2.02%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就是說我沒有必要在 短線上面 那個漲多的時候 然後去跟著一起去做追高 然後可是有很多的個股 是在他們在拉回首穩的 趨勢成長的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啊 反而會有更好 更勾斷低點的這種買點 然後可以去做 這個時間點去做進場布局 智信掉了飛騰以後 他在這一段時間 他也很積極去尋找其他歐美地區的客戶 所以其實 大家可以發現到 四星在一直到第三季的季底 他其實飛騰還沒有真正的恢復 恢復出貨跟恢復營收 但是在飛騰沒有恢復出貨的情況下 四星他就已經去挑戰前高1,325元的位置 那其實 會有辦法出現這樣的情況 最大的關鍵在於說 四星他其實 現階段的營收來源 很多是靠在歐美地區 接到了一些委託設計的訂單 所以其實 飛騰對於四星來講 他已經變得有一點算是 加分項目的感覺 他並不是絕對 等於是 飛騰可以恢復 對於四星當然是最好 但是沒有恢復也沒有關係 他們還有其他歐美地區的客戶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邏輯 背後也可以看出說 四星在於中國客戶這一塊 他的依賴性已經沒有到這麼的強 所以這次國科委事件 雖然對四星的營收衝擊還是有影響 但是也是因為他已經有做好了 歐美地區訂單的準備 所以大家可以去發現到 股價其實跌幅真的算是非常輕 跟4月份比起來 所以 這個情況我認為說 他反而會是一個 很好的買點 可以算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因為 如果我們當看第三季來講的話 國科委對於四星 他的營收比重 當然是到了兩到三成 但如果是看明年的話 其實國科委他在四星營收比重 就是說 因為他的訂單並不是說 所謂的簽長約 所以其實明年營收比重還非常的低 所以這種情況 遭遇到這樣子利空的襲擊 我會認為反而是 中長線一個很好的買點 所以以目前的整個機器來看 其實 千元以下四星 我都覺得是在一個還蠻便宜的價格 這是在四星的部分 那再來是說 四星對於整個IP族群的影響 其實他的影響力也是非常的大 因為四星他可以算是 整個IP族群的赤龍頭 但其實 以整個四星在投信的營收結構裡面 幾乎所有的 大部分的基金 他都會四星跟力旺綁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四星不好的話 那 他們會可能會去拉力旺 或是說拉其他的IP股 那這樣子的情況 他會讓整個IP族群的 氛圍跟買氣再去往上拉 所以其實 四星 因為四星其實沒有想像中跌幅這麼的重 那 連帶整個IP族群 他的跌幅也沒有到這麼的重 那如果說 因為比較重的跌幅 大約是在四星跌停的第一天 那其實四星跌停的第一天 對於整個IP族群的影響 他會是一個還不錯的買點 因為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目前這個螢幕上這張表 多數的基金 比如說投信的基金 他是四星跟力旺綁在一起 而且還有一個 還蠻有趣的 的一個現象就是說 其實投信目前在四星的持股 比算是非常的高 因為如果以目前這樣來看 因為大家知道說 到了年底 那年底投信最大的一個 一件事就是要在年底作帳 那年底作帳 他一定不會希望 自家的績效去往下掉 那其實 以目前整個基金的績效來講 前十名的基金 裡面大約有三檔左右 三到四檔左右的基金 他在第一名的 他最大的部位 其實就是3661的四星 所以大家 就像大家今天所看到的 今天為什麼四星在這樣子情況 在這樣的盤勢中 還有辦法逆勢說上漲了將近3% 目前上漲了將近3% 那我認為說最大的原因在於說 第一是說他本身的基起算是還蠻低 那第二是說 因為投信在四星的持股比 算是非常之高 尤其是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目前算是績效在前段班的一些 基金 那他的持股比都很高 那這樣子的情況 他不希望在年底就剩大約是一個月的時間 他不希望在這麼關鍵的時間點 整個績效往下掉 所以他一定不會去賣四星 那甚至會 用一些其他的辦法去拉抬四星 那大家才會發現這樣的情況 那就像剛剛所講的 因為大部分的基金 四星跟力旺他都會綁在一起 所以其實四星強 那力旺就也會跟著強 那如果說四星沒有像今天這麼強的話 其實他反而還會有更多的資金 他下去拉抬力旺的股價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今天就是 力旺跟四星這兩檔就是特別的強 那我覺得說 這樣子的現象其實 他是有一點點投信在作帳的味道在了 那對於其他的IP族群來講 我覺得他在 可能說整個12月份 也許都還會有新的一次機會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很多的IP股 他也會是一個還不錯的買點 3532的台勝科 你看同樣的一個邏輯啊對不對 他禮拜四才創新高 那其實矽晶圓跟第三代半導體也有 有相當大的密切的關係 這個一個上游的晶圓製造 好 你看台勝科一樣的 同樣 禮拜五大跌 他禮拜四才創新高 居然 禮拜五下跌沒有破五日線 沒有破五日線 我們知道矽晶圓跟 剛提到的第三代半導體 他兩個算是比較偏向於半導體的上游 也是接下來 股市當中產業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的產業 那你看台勝科的走勢 那是不是其他的矽晶圓的股價 你就可以特別注意呢 那台勝科主要的因素是說 因為現在有這個矽晶圓在 明年開始就缺貨的效應非常大 那加上他搭配 搭配這個台積電到南科設廠 那未來呢 在12寸晶圓的部分 需求都會非常的強勁 那像這幾檔股票 這是幾個 我認為大家要去觀察的指標 不是說你要去追價或者去買進 那就表示說一個就是 第三代半導體嘛對不對 那一個就是矽晶圓嘛 那還有沒有可以同樣一個族群當中 大家可以注意的呢 我們再看一檔 大家看一下 6182的合金 這檔也是相當的強勢 相當的強勢 你看他的股價 你看看股價 大家發現 他在一樣 在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股價創下了也是掛牌來的新高 掛牌來的新高 然後更加有什麼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會覺得說 最近這個 這個股市不太穩了 一下這個疫情 一下這個什麼通膨的一個問題 好 那在這種時候 我常常跟給投資朋友建議哦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覺得很害怕哦 但是你又怕錯過反彈行情對不對 那你怕這個台股反彈 你又這個 這個沒有賺到 那但是你又擔心說股票跌 萬一你買到這個 這個跟著大盤 這個一起下跌的弱勢股啊 怎麼辦 那我認為投資朋友 就可以注意6182的合金哦 為什麼要特別可以注意他 我們常講哦 一檔股票 他能夠 他能夠逆勢上漲啊 或者是能夠抗跌 一定有人在照顧 那我剛剛講了 台盛科是這個矽晶圓的這個一個指標 但是哦 合金呢 他就是有人照顧的指標 為什麼他是有人照顧的指標 大家看一下下面這個地方 你看一下下面這個地方 哦 這個合金的下面你看 這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個交易日 你看這個投信連續的買超 連續的買超 而且 上個禮拜五在台股大跌的時候 投信是這個 合金是這個投信買超的第一名哦 而且股價沒有破補子線 不補子線還在上揚 這就是強勢的一個個股 那同樣的一個邏輯 同樣的邏輯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合金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這個 現在有8吋 8吋的矽晶圓的部分 8吋矽晶圓的部分 居然比12吋晶圓還要在吃緊 供需還要在吃緊 那8吋的部分 現在都是這個 去瓶頸化的擴展 所以說 增加的產能有限 所以是8吋的供給更為吃緊 所以他明年8吋的矽晶圓的價格 可能還要在漲10-20% 那合金主要是以現貨市場為主 所以他會受惠他的這個漲價 那因為這個需求的 下額需求非常的強勁 所以 現在為了要確保他的產能 很多客戶都簽了長約 所以預期 明年長約的比重 將會提升到20%左右 那你看他的股價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上個禮拜 大漲創新高之後 那禮拜五的拉回 居然 投信居然趁拉回的時候 這個地方加碼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當天台股是大跌的 所以在逆市 加碼的個股 台股逆市加碼的個股 大家就可以特別的一個注意 在這樣子的盤勢下 算是市場有兩股力道 說有一些要做短線操作 那有一些是希望把一些獲利 持股說獲利了結 那以大方向來看 我會覺得說變種病毒這個東西 他對於整個股市的影響 不管怎麼樣 他都會是先下後上 只是說可能說形勢 跟一些週期的不同 因為主要大方向是這樣 這個變種病毒 他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 那第一種情況就是說 變種病毒 他如果說真的如不像是市場目前所說 他的傳染力這麼強的話 他會讓整個疫情惡化 那整個疫情惡化的話 其實會讓 整個聯組會 聯組會他會把他原本 因為他目前已經在實施縮表了 已經開始在減碼購債 他會把這一項減碼購債的 的事件 他可能會緊急喊咖 那甚至說 把一些已經結束 已經退場的財政政策 都重新在進場 那甚至說 在預計升息的時間 也會再往後延 所以如果說這次變種病毒 他真的有這麼嚴重的話 有機會再從 以股市來講 他有機會再重演 上半年的一個資金行情 所以這其實 他就是會呈現先下後上 那如果說 這次變種病毒 他沒有像外界想像這麼強 他影響力其實 很小的話 他就等於是說 整個股市又回到原本的狀態 那 目前台股跟美股 大方向的情況 大概是都是呈現一個算是 比較溫和的經濟成長 等於是說 他在這個時間點不能也不熱 那以目前的訂單狀況來看 其實不管是台股還是美股 在明年2022年 他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那都會高於大市場 比較擔心的通膨率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疫情 如果說這次變種病毒的影響 沒有像外界想的這麼恐怖的話 那他就回到原點 那回到原點 他就會以一個比較快的速度 那漲回去他原有的價格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